在这一页 我们要再让同学们从图形去了解极限值以及函数值的求法 并且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看第一个图形 我们要考虑这个函数 它当x趋近于a的时候 极限值是多少 所谓x趋近到a 也就是说x可以从a的左边慢慢靠近到a 这时图形就会这样子慢慢靠近到这个实行点 也就是说x我可能是可以这样子选点 靠近到a 这时我们的函数值是这样子跑 靠近到这个实行点 同样的x可以这样子选点 靠近到a 这时对应出来的函数图形是在这里 也是往这个点跑 所以不论你从哪个方向趋近到a 我们的函数图形都是往这个实行点在靠近 而这个实行点高度是l 我们就知道这个函数图形的函数图形 我们就知道这个函数的极限值是l 我们看中间这个图形 我们看中间这个图 图形是这样子在走 所以它越来越靠近到这个空心点 x我也可以这样子选点 靠近到a 这时图形是这样子 这时图形是这样子在走 还是靠近到这个空心点 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 所谓的x趋近到a x趋近到a x是不等于a的 它只是跟a很接近很接近 既然它不等于a 所以在图形上 x不会真的碰到a这个点 我们也不需要考虑在a这个点的时候的情况 所以它的图形只是跟这个空心点 越来越靠近 实际上也不会碰到等于这个空心点 从极限的概念来看 我们发现不管它是从这个方向靠近到a 或者是这个方向靠近到a 它的图形通通都是往这个空心点在靠近 而这个空心点的高度是l 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函数在a点的极限值仍旧是l 这个地方同学要小心 跟刚刚这个图形考虑极限值的时候 不要因为图形是实心或空心去影响你极限值的判断 同学要注意到的是 所谓的极限值 x趋近到a x只是跟a很靠近很靠近 可是并不会真的等于a 所以你不用管等于a的时候的情况 但是我们如果要考虑函数值f of a的话 这时x就真的是等于a了 既然x等于a我们去看图形 等于a的时候对应上去图形是空心点 空心点表示这个地方没有函数值 因此函数值f of a是不存在 从这两个图形 同学要去注意到 图形到底是实心或者是空心 是跟函数值才有关系 与极限值是没有关系的 再看最后这个图形 当x趋近于a的时候 极限值 同样的我们可以考虑 当x跟a很靠近的时候 譬如我从这里靠近到a 这时的图形是这样子在走的 所以它是跟这个空心点很靠近 同样的x如果是这样子趋近到a 这时图形是这样子在靠近到a 它靠近到这个空心点 不管哪个方向都是跟这个空心点越来越接近 而它的高度是2 所以我们知道极限值是2 再来考虑函数值 这时x真的是等于a 等于a的时候 顿印上去图形位置在这里 实心点在这 它的高度是1 因此我们知道函数值必须是1 从这三个例子 我们再来考虑 前面我们考虑到的重要观念 极限值以及函数值等不等 从这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我们看到 极限值跟函数值都是l 所以这两者是相等的 第二个图形告诉我们 极限值是l 但是函数值是不存在 所以极限值和函数值是不相等 最后这个图形 极限值跟函数值虽然都存在 但是一个是2 另一个是1 因此这两者仍旧是不相等 所以这又呼应了我们前面讨论的观念 极限值跟函数值是不一定相等的 这边又让同学看到 有相等的例子 譬如第一个图形 以及有两者不等的例子 第二跟第三这两个图形 来说明极限值和函数值是不一定相等的 先看右边这个式子 我们要考虑当x趋近到2的时候 2x-1的极限值 这一题直觉来看 当x跟2很靠近很靠近的时候 2x-1应该会接近到3 所以它的极限值L等于3 再来我们要看在2这个点的函数值 现在函数是2x-1 这是我们的f of x 公式里头的a指的是2 因此我们要考虑函数值f of 2 函数值f of 2的意思是指x等于2 要带入到函数f of x当中 因此我们将x等于2带到2x-1 我们可以得到f of 2的值等于3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 函数值f of 2跟极限值L都为3 所以函数值跟极限值是相等的 再看左边这个例子 我们要考虑当x趋近于2的时候 x-2分之x平方-4的极限值 这题如果我将x等于2带到函数里头 我们会发现 这时候分子分母的极限值都是0 我们称这是一个零分之零的不定型 通常来说零分之零的不定型 我们经过化减就可以找到它的极限值 以这题来看 我们看到题目有x平方-4 因此我利用因式分解的公式 将它换成x加2乘以x-2 此时分子分母都有x-2这一项 所以我们做约分的动作 这个地方解释一下 为什么可以约分 那是因为题目x是趋近到2的 所以x是不等于2 做约分之西 做约分之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